沙特阿拉伯王子的侄子 这沙特阿拉伯是中东人吗 我这时候一想 我们中国一大有很多外国留学生 外国留学生里头有很多伊朗人 这伊朗人是不是也是中东人呢 所以我就好 那我就带一些外商去 我马上回到了学校 找了几个留学生 我说你们下个礼拜一 我有一个商务谈判 我想请你们几位给我找七八个 看着老成一点的同学 去跟我去坐个台 参加一次会议 他们说找七八个都可以 十个我这都有 但是去了我们说啥呀 我说你们什么都不用说 你们去了以后 第一不能讲中文 第二不能讲英文 第三就只讲阿拉伯文 只讲阿拉伯文 这我们会说 我说同时呢 一人给你们送一套西服 然后呢每个人出厂费三百块 好到了那天我买了几套西服 给他们都换着 带着夹金表 夹金链的都带好 中东人嘛有钱嘛 首先都有金的 那时候还有现在不一样 你现在谁要带这个金链的进来 哦这有病啊 那时候一金有钱 金代表着有钱啊 那时代不一样啊 1998年回归到历史里 我们参加了市长办公会议 当那个会议室门一打开 哎呦把我吓得一跳啊 因为里面坐了市长 副市长 城管主任 秘书长 一大群人 一进门 门一开 政府说 请坐 我还没想要坐下 扑腾一下 差点坐地下 好好 蹬得离我近 要不然我就紧张地坐地下了 还好 你知道人紧张的时候 会有什么表现啊 伤着干涉 说不说话 还好 市长先开口 我这个代表 沈阳市政府 欢迎外商代表团 来沈阳访问 同时介绍了 沈阳的发展和情况 同时欢迎 这个外商来沈阳投资 共同参与沈阳的经济建设 好 那么下一步 请我们外商代表发言 我们就跟那鼓掌 我就踹了旁边这个一脚 这哥们就站起来了 站起来就开始 积了瓦了 说了一大堆阿拉伯文 市长旁边 真就配了个翻译 这小本本拿出来 就准备记 这一记 怎么也说不出来 这阿拉伯文怎么翻译 所以他当时要是翻译英文 那就麻烦了 秘书就懵了 说这咋翻译啊 听不懂 回头就问我 说这国种 他说的是啥呀 我说 我说这个 我懂一点点的阿拉伯文 我说 我说 他们说的是 大概这么个意思 这时候我就结结巴巴 把我要讲的话 讲出来了 这市长一看 说 小子还挺有才 阿拉伯文你也会 这时候我紧张 这时候 说不到看不出来了 他就以为我接班 还是因为翻译的不好而已 市长说 好 那么 我们就可以请外商 看看我们市政府的 招商引诸项目 这时候秘书长介绍 翻过一篇 老外商 嗯 闹 又翻过一页 老外 嗯 闹 又翻过一页 老外 嗯 闹 闹了好多次 这市长也急了 说你跟外商问问 他们对什么项目感兴趣啊 我们把水扬社 最好的项目 都向他们推荐了 这时候 我用阿拉伯文嘀咕了几句 老外商 嗯 嗯 嗯 OK 我说外方是这个意思 他想在水扬啊 在商业中心里 投资建一个商场 他希望在水扬的太原街 或者中街两个商圈里 投资一个大铁上的商场 市长说 哎呦 这可能不行 这两个商圈啊都很满 而且没有空的地 所以这两个位置可能不行 我说哎呦 市长 我听说你们在太原街 是不是要修一个步行街啊 他说是啊 你可以这个步行街 让老外在修步行街的时候 给你在步行街的这个位置 修一个地下商业街 然后呢地上的步行街呢 让老外投资给你修步行街 这多好啊 政府不用出钱了 还变成了立体的步行街 你要注意啊 跟大人说话没有废话 你看我说多了吗 两句话吗 市长一听说 哎 这是个好主意啊 你会问外方他愿意吗 我心里想 外方愿意啊 我又嘀咕了几句 老外商 嗯嗯 OK OK 我说外方说了 他对那块很感兴趣 啊 市长一说 哎呦 这好主意啊 在这里头要修个 立体的步行街 闭上地下商连通 哎呦 我知道全世界有很多的地下街 很好 我在日本还看过 市长也去过全世界 都是个好概念啊 你你这样 如果这个方案可行 我们政府支持 然后让他去跟他的舅舅汇报 呃 争取 呃 如果可以 一个月 就可以开工 三天我们就可以签约 怎么样 市长雷厉风行 你问他舅 能不能同意 我心里想 他舅舅在这儿呢 哈哈 哈哈 好